我这会在多轮 刚刚还晴空万里 太阳非常明媚 转眼就已经雾影蜜步下雨了 我不知道那某的天 是不是因为大脚姐突然出现车祸 去世了 是不是在祭奠呢 就全当天在哭吧 我也是刚刚在头条上 突然收到一条推送 说相村爱情谢大脚的 扮演者余悦轩去世了 我们每一个东北人 其实都绕不开相村爱情 无论你喜不喜欢 因为他拍了很多年 又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无论你喜不喜欢看 其实都看过 而我呢 又是一个相村爱情的 拥骨的粉丝 所以呢 真的是对这个小徐 就特别的 怎么说呢 特别的心头一震 感觉像自己的亲人死了一样 你看相村爱情 一直播出到现在 里面很多的演员都换了 但你有没有发现 谢大脚一直没换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剧的灵魂 只有我们东北人 才能够有这种感受 就是在我们每个村里 都有一个类似于谢大脚这样的人 你仔细去回忆回忆 你的村有没有 这个人身上有几个特点 第一就是他比较善良 就村里有什么事 大事小情 他肯定都到位 谁家两口打架了 谁家猪跑了 那肯定都是他张罗事 这人非常非常的热情 第二呢 在村里肯定不是最有钱的 人缘很好 然后第三呢 就是一般的村长啊 包括村支出有什么事 都喜欢找他 他就作为一个知恶人的一个角色 然后最明显的特征是 好保没落签 谁家姑娘没找出婆家 谁家小伙没找到对象 那他都知道 然后左邻右舍啊 包括东西二腿的信息 在他那块全部掌握 信息的一个集散地 大家没事的时候 不下地干活的时候 就爱去他家聊天 而且恰恰恰恰 这样的人一般都会开个小煤店 所以乡村爱情大脚超市 把这一切很好的一个 很好的给还原了 可以说乡村爱情一路拍过来 我也从当初大学毕业 变成了现在的一个中年的男人 每次听到这样的信息 都会心头一震 上一次我有这种感觉 其实是赵英俊去世 我记得他最后写了一首歌 叫《送你一朵小红花》 而我今年41岁 41岁这个男人的年龄啊 就你会经常发现 你的同学或者你的亲人 就逐渐地开始有离开你的了 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而谢大脚去世 于悦玄去世 因为车祸 给我带来的真的就是那种 亲人突然之间离世的感觉 我们经常说 人生在世健康最重要 什么都没有比生命最重要 除了死生都是小事 但有的时候真的就忘了 每一次亲人的去世也好 朋友的去世也好 包括这种明星的去世也好 都是给我们提个醒 做所有事情的前提 安全最重要 所有努力 你人生的全部意义 都会随着你生命的动机而结束 所以这个视频呢 说给大家听 也是说给我自己听 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活着 去爱惜自己的生命 为自己爱的人活 为爱自己的人活 相亲爱情里再也不会有谢大脚了 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不知道相亲爱情因此 会不会剧情往下拍 但是真的想说一句 替那些喜欢谢大脚的粉丝说一句 大脚姐 天堂的路慢慢走吧 在那边应该有人还需要你开大脚窗室